I'm just singing cause it's over 佟丽娅跟小月月拍完吻戏后,用手被狂擦嘴。 毕竟不是陈思诚。 对于娱乐圈里的那些明星们,有时由于剧情的需要,他们会被导演要求拍摄吻戏,这就非常考验演员们自身的演技了。 这部,最近由佟丽娅和岳云鹏主演《鼠胆英雄》电影里,就有一段两人高难度热吻的剧情,场面看起来直呼辣眼睛。 要知道这可是来自《女神之吻》啊。 要说这场吻戏,对于拍戏经验丰富的佟丽娅应该是再正常不过的了,毕竟在娱乐圈混了这么多年什么场面没见过啊。 只是这次只被吊住娱乐圈在空中与岳云鹏热吻就非常有难度了,因为这样本来身体就不平衡,旁边还有股风机使劲吹住她的裙子,一直吊住还是挺费力气的。 画面中可以看到被威亚吊住的佟丽娅,一把抓起,岳云鹏就是一顿猛心。 而下面坐住的岳云鹏则是有点呆呆的感觉,难道是被《女神之吻》给亲蒙了吗? 很多网友们看到这些画面后纷纷表示,非常羡慕小月月能够得到《女神压压的吻》。 自从进入演艺圈后,小月月一直很幸运,先是在《大闹天竹》里,得到了性感女神柳妍的吻,两人的吻气还一度引起观众们的调侃。 后世在《封月翘家人》里,跟袁姗姗来了个鹏连吻。 只是佟丽娅有个举动作的很是过分,竟当住岳云鹏的面用手被狂擦嘴,而一边的小月月应该还是没有缓过神而呆坐在原地。 这位相声出道的小月月,她的颜值肯定是没有娱乐圈里的彭于燕,吴燕祖那些型男们高,而且又不是她的丈夫陈思成。 所以,佟丽娅当面做这举动确实有点不尊重岳云鹏了。图片来源网络,侵权必删。